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最常听到的是什么蜜 百花蜜 龍眼蜜 荔枝蜜 其他就很少听到了 其实台湾有一些隐藏版的蜂蜜 我今天要介绍的两种 一个是冬季最上品的蜂蜜 就是这一个 鸭掌木 鸭掌木 它又叫做鹅掌柴 它的叶子就这样录个扑这个样子 所以叫做鸭掌木 连这个植物我们都很少看到 哪会吃到它的蜜呢 这个花它很有特色 它开花的时间就是在 每年的1月2月 也就是天气最冷的冬天它开花 天气冷的时候蜜蜂 连飞都飞不出去 飞出去就被冻死了 或者是冻僵在那里 谁去采蜜呢 所以要吃这个蜜 所以它的价格很贵 而且听说它的口感特别不一样 本草钢木里面唯一有介绍的蜂蜜 就是这种鸭掌木蜜 药效最好的鸭掌木蜜 所以待会我们来尝尝看 听说口感跟一般的蜂蜜不大一样 第二种是这种白千层蜜 它叫白千层 白千层是台湾的原生植物嘛 行道树或学校里面特别多 就它那个树皮一层一层好像会掉落一样 长那么高三四层都高 谁会看到它的花呢 它的花长得跟棉絮一样 我们也没看过 大概也只有养蜂的人才知道 这个是台湾隐藏版的蜂蜜 而这种是上瓶的冬蜜 冬天才有 这几个蜂蜜不管好不好吃 待会他们都来试吃一下 那还有一个小瓶的什么玩意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鸭掌木蜜 但是它上面有写字 这个叫做水蜜 你看它是锡的 它的水分含量比较多 大概低于20 大概18 19吧 这个的水分含量就更低 所以你看结晶了 是同样的东西 只是这个拿去低温干燥 把水分抽掉之后就变这个 所以我们一般不懂 你跑去外面买蜂蜜啊 你就很容易买到 这一种 纯度没有那么高 而且 如果它的水分含量再高一点的话 它还有可能会发酵 对 微生物有可能在里面生长 摆着摆着会爆炸 所以我今天这个要先吃 因为它的水分含量真的比较高一些 你看就知道了 对 液体的 很多人说蜂蜜结晶是假的 这个鸭掌木蜜还真有个特色 我曾经去过养蜂协会 跟几个蜂蜜的产销班 他们说这个鸭掌木蜜最特别 就是它在室温之下就会结晶 只是它的结晶非常细腻 你看你那是很好看 突然觉得它有点像猪油的感觉 我觉得像蜂王乳 对 你看吸的时候 水蜜的时候就像绿茶的颜色 挺好玩 挺好玩 不多说 赶快来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第一个先开这个 水蜜 水蜜 112年2月1号采收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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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可是闻起来 很特别 它有一个人参的味道 真的喔 人参啊 不是干果人参 是韩国那个人参的味道 真的有点人参 好像有点干果的味道 咱们来尝尝看看 这个糖池放不下去 我用这边 放在吐司面包上 多来一点 这个今天我吃完以后就给我爸吃了 哇 奢侈 你先那个试吃 怎么样 有一种淡淡的苦味 嗯 真的 它不是特别甜腻 很多蜂蜜 会很腻口很甜 它有一种淡淡的口味 有一种尾韵在 你说事先苦苦的是不是 有一点点苦味 淡淡的 对它不是全甜味 它有苦味喔 嗯 尤其在这个舌头后面的地方 它的苦味其实还 挺明显的 嗯 然后还有一点点坚果的香味 嗯 很特别的蜂蜜 吃起来完全不会腻口 嗯 听说这种药效特别好 嗯 大多数这种蜂蜜 冬蜜产出来啊 隔天就会被卖光 所以事实上 功不应求 基本看不到 嗯 韩国有一种凉茶 凉茶 它有清肋解毒的效果 就专门要挑这种 鸭炸木蜜 其他蜜就没有效果 哦 可是它真的有那么一点点 淡淡苦苦的违韵 那它药效到底是什么 清肋解毒 嗯 然后它可以让你排汗 嗯 然后还可以增强抵抗力 听说增强免疫力的效果 是别的蜂蜜所没有的 哦 我们来看看这个 浓缩过后的 已经那个 会不会比较 水含量比较低的 它这个吃完之后 口容比较舒服 嗯 很顺的感觉 嗯 可是吃起来 蛮特别的 这两要苦口的概念 苦苦的 苦苦的 嗯 哎我有听说 几块人生啊 我有听说 怎么分辨那个蜂蜜 是真的还假的 他说最简单 就是你挖一匙 放在水里头 把它溶解以后 你看 哇 好漂亮的颜色 超细腻的啦 嗯 哇 嗯 嗯 真的结晶耶 对 而且这几天天特别冷 好 换一个湯匙 哇 你看 优格吗 不是优格 真的有点像猪油耶 你看 真的 可是它会坎西耶 很漂亮 对对对超漂亮 哎呦 哇好浓喔 好像小珍珠哦 苦味蛮明显的 浓缩之后 比西式的更明显 嗯 坚果的香味也更明显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拿去刷在那个烤肉 高等的烤肉上面 一定特别好吃 嗯 甜甜苦苦 根本就是美国那种 最顶级的烧烤风味吧 嗯 好好吃啊 哈哈哈 幸福爆表 很特别 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对 它就有那么一点苦 有那么 一点人生的感觉 嗯 嗯 好特别哦 嗯 有一点点苦的 蜂蜜 嗯 那你接下来看那个 白千层 对不对 有的滴了一点在桌上 嗯 不要滴了 干白千层 对 那这种蜂蜜你也不用担心打开 因为蜂蜜不会坏吧 因为它的糖 水含量超少 糖度超高 就不容易坏 对 好你先开我先说 刚才我说它把蜂蜜融到水里头 如果是浊浊的啊 嗯 其实就是真的蜂蜜 那你把它搅一搅啊 它就变清澈 其实就像糖 它其实就像糖水融到水里面的概念 那种就比较多是假的面 对 我发现这种方法来分辨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对而且蛮简单的 你看这种蜂蜜就比较像一般的蜂蜜了 对 这也是干燥过的熟蜜哦 对对对 只是它就不会结晶 这是百千层的 你说的水蜜我以前曾经买过哦 放一段时间以后啊 打开的时候还爆一声 对 它还在发酵 然后蜂蜜就变有点酸 可是大家小心 嗯 嗯 如果再发酵下去啊 还有可能会爆屏 对 跟酒类发酵一样 嗯 这颜色就不一样 对很清澈 而且它闻起来的味道 特别浓郁 特别甜 这是那个味道 不是 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蜜地瓜的味道 哦 烤地瓜吗 不是烤地瓜 小时候 那个蜜地瓜 那种特浓的 小时候有那个抽牌子的 那个抽到大的 还小的那种蜜地瓜 对对对对对 它这个就是那个蜜地瓜的味道 真的哦 它甜的非常有层次 你只要吃进去 含在喉头之后 它就是个蜜地瓜味道 哇 太幸福了 这个姐姐啊 彩胜姐姐 她真的人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很会做菜 她说下次要来我们这边 把我们做一个麻油鸡 对不对 这两种蜜啊 这种或许还买得到 我们去问一下白千层蜜 鸭掌木的蜜 还真不容易买到 如果你也想尝试看看这种 特别有疗效 特别有风味的 台湾东蜜的上品 带有一点点苦味的蜜 只有几个管道 第一个 你可能要到台湾的养风协会 去问问看 今年还有没有 因为今年一二月 寒流实在太过频繁了 其实这个蜜啊 不容易收到 第二个 你就到各地的蜜蜂蜜产销班 去问一下 他们还有没有多的鸭掌木蜜 因为基本上 产出来就会被埋光了 再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跟我的好兄弟联络了 我就不知道要称他兄弟呢 还是要怎么称呼他 因为他妈妈 我们都称他姐姐 他儿子 我们怎么称呼他兄弟呢 可是他妈妈看起来又超年轻 超漂亮 真的时候 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矛盾的感觉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到他的养蜂场去拍过一集 良心蜂农 就是那一位好朋友 一会儿我会把他的那个联络方式啊 放在下面 如果你有想要买或者有蜜蜂 养蜂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就不要透过我了 因为我们是不兼业配的 就是想把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吃过的 跟大家推荐一下 分享 而且自家兄弟嘛 好嘞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就到这个地方 鸭掌木蜜 有一点苦 味道很特别 百千层蜜 我觉得 根本就是那个蜜地瓜的味道 蜂蜜当中 带有蜜地瓜的味道 非常特别 这两种蜜 今天晚上试吃 也跟大家分享 真的天天都有新鲜事 不吃不知道 原来蜂蜜还有苦的 非常好玩 章心漫谈 明天见 拜拜